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我们一个团体去推翻政权 其实已经是革命了 不过以往革命在万主之前通常是一个故事的 以往在万主之前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觉得是君主治理国家 这个我们应该是遵从的 好 君主不好也好我们应该是用其他方法去使他去从事遇留 之类之类 为了去进行一些徒带 但是去到万主的时候 它是一个暂新的说法 这个暂新的说法其实在西方就叫做革命的合法性 或者合理性的思想 这个当然是非常暂新的一种观点 还有在整个世界来看也是一种先进的观点 其实在西方我所知 甚至去到中世纪的时候 都仍然在所谓革命的观点上是有一些真理 但是万主自从提出所谓革命思想之后 其实很多人同意万主的说法 所以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如果比较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我们是转眼不及的 但是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各地的政治文化 其实我们不一定是很落后的 甚至某些方面是先进的 我看过一些文化研究甚至说 扮指讲革命比较早过西方 不过我自己没有做过一些历史研究 但是是不是比较早过也好 起码就是不会是迟迟 或者迟很多 这个看到其实在这一方面 其实现在或者万主的思想 其实是相当沉迷的 相当进步的 只是说一讲万主它是官联 因为刚才说一种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英文呢就是迟迟连 其实是合法性 有些人就是误会因为合法性 所以有词是另一个词叫做合理性 当然讲革命是不会讲法律 因为你讲法律是不容许用努力的 這個一般中華法律都是 但如果為了推翻一個腐敗的政權 用到武力 在曼子之前都不容許 覺得君主有一個權力 一般人不可以隨意推翻他 推翻他就變成不能做 這個就是所謂面臣殺死 推翻一個權力所謂灌亂 所以我們有一個詞 和答案是一樣 不過是一個故意思 譬如判斂 但是由曼子開始 這種說法就完全是瘋到過來了 如果一個君主是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推翻他 換之就是推行革命 如果大家有懷疑曼子是否有這樣說 我們可以看一些文本 不過再重新提一次 就是曼子是沒有用到革命這個詞 這個革命這個詞就是後來 中國人回到Revolution的時候做的 但是它的觀點就明顯是 就是講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這個不需要懷疑 為了我們講一些文本 這裡我就引了兩段文本 2.6和2.8 或者我都copy and paste 去檢查那裏 雖然開不了分享的功能 或者分享到也不奇怪 但是現在不需要 因為有時間就不行 我就浪費時間 通常要按兩個字 都要搞成這樣 我們將關鍵的語詞 copy and paste 去檢查那部分 大家可以看 比如我就引了這兩段 2.6和2.8 都是我們講 梁慧王冰雅 那我copy and paste 去檢查那部分 方便大家看 我們是看這兩段講 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先看第一段 2.6那段 就萬子為齊孫王若 萬子就和齊孫王講 王之神有託其妻於其有 而之所由者比其反也 一棟女其妻子一而之何 萬子有一次和齊孫王講 萬子說法 其實他很有技巧 所以萬子的口才 論訓是很厲害的 那這個就公認了差不多 我們一開始介紹萬子都說 他是論訓很厲害 當然有些人不喜歡他 就說他好勉 但是萬子就不是說出席是喜歡 論訓是很厲害的 他口才很好 那這段說話都看到的 所以萬子是一句句這樣去問齊孫王 一句一句之下 齊孫王一定要答 萬子答那個答案 最後是齊孫王 不過答不了口 一答就自己很尷尬 所以顧左右而言他 這一張其實都出名的 顧左右而言他這句說話 這句成語都是在這裏出的 剛才說回那句 就是有一個人如果去了外界去旅遊 那他把他的妻子放回家裡 就是委託他的朋友 但是一直都不回來 甚至令他的妻子動女 就是餓親 動親 那怎樣呢 問回齊孫王 那齊孫王說 棄孫王說棄枝 就是一個士師 就是一個臣子 一個做官的人 如果不能夠自視 一如之河 自視 你可以說是自理俗師人 或者自理一種法性都可以 那齊孫王就回答 已知 就是說 去官職 不要讓他再做 那這個兩個case都很合理 就是做一個人的朋友 但是做一些事情他都可不可以 那我就可以和他絕交 另外一個做官的人 就是不能夠做好的官職 那我就可以停他職 或者稍微由於 好了 最後一句就是萬子想說的 萬子就說 四景之內不治 一如之可 那誰都沒有說過主詞是什麼 但是一看那句話 都知道什麼 四景之內不治 那就是說天下自己得不好 怎樣呢 那天下自己得不好 那當然是君主的責任 就是他沒有說到主詞 所以看到萬子很有技巧的 一個扣一個的問題 問到最後就是一個君主 如果他不能夠稱職的話 怎樣呢 那根據齊孫王一句句這樣回答 跟回那個利路 當然是不再給那個人做皇帝 是吧 做君主 是吧 應該這樣回答吧 但是齊孫王呢 當然很尷尬了 因為他自己是君主 所以副左右而言而言他 就是不直接打萬子的那句說話 就是覺得很尷尬 其實這番說話呢 都已經看到萬子對一個君主 不能夠做他的本分 其實呢 其實呢 人們是可以 好像剛才說 是朋友女絕家那樣 那樣 或者是做官的人呢 那我就可以停他職 或者撤他職那樣 那王帝其實一樣可以 這番的道理 是吧 不過呢 齊孫王呢 就是 是 整理 所有而言不答 避而不答 那很明顯呢 萬子的意思就是 一樣是可以炒走的 就是君主 當然呢 君主就不是受兵於這個 就是可以炒走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 直接推回去 人家可以推回去 就是這個意思 好啦 如果這一張都覺得不夠清楚呢 跟著2.8那張呢 就非常的清楚了 不需要懷疑的 萬子呢 就是很強調 君主如果是做得不好 當然日子那些軍軍 暴軍那些 人能是可以推回去的 是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 就是這個話說 那這裡呢 如果還有懷疑呢 我們看回原文 看回原文 比如2.8這裡 那又是齊孫王 齊孫王這個人呢 所以萬子就是 你如果看到他的說話 其實挺不客氣的 不過不客氣 真的有技巧的 就是始終她是君主 你不喜歡她也好 你不可以太白頭 才講呢 就是一個個問題問到她 問到她自己去回答 那現在這一段都是 就是我們看到呢 萬子是很有技巧的 現在是很有技巧的 但是齊孫王這個人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到萬子呢 其實如果看過內容 就對她很不客氣的 不過呢 講的技巧就很好 當然君主都不會犯法 剛剛那樣 一個個問題 那問呢 這推理當然是君主 不能再做這樣 他不能怪萬子 這個道理是這樣 現在都是在2.8那裡 齊孫王問的 有一次齊孫王就問了萬子 湯放結 武王佛奏有諸 即是說歷史上呢 是有沒有雙湯 旺族夏傑 還有周武王 祖佛奏有什麼事情呢 那萬子對約 於全有之 那當然是歷史事實 歷史有記載的 那萬子一定要是 膽膽膽的回答 好了 接著齊孫王來了 所以看到齊孫王問這番話呢 他是有紀徒的 就是想曼子 要同一句話的 接著他就再問曼子 就是臣氏其君可乎 這個氏呢 其實是殺技師 不過呢 就是有紀委 就是以往歷史也有紀委 其實不要說以往歷史 其實我們在現代社會 其實一樣有類似古代的這些紀委 或者後來也叫做文字獄 一樣有嘛 是吧 譬如什麼呢 在香港現在明顯了很多文字獄 是吧 光復什麼什麼不准說 是吧 我們只能說光復 現在找些代詞去代了去 把四個字寫一些很怪的古 那些很靈苦的現代社會 講民主講自由 不應該以不入罪的 但是今天居然在香港 我們叫先進的地方 或者背後的那個統治的政權 中國居然都有這件事 不過我不再多說 講回剛才那個臣氏其君可乎 是就是殺技師 不過當時有紀委 就不可以這麼說殺君 我們只能說士君 就是做臣子的可不可以殺君主呢 那齊宣王當然他的想法就不可以了 就是根據以往的想法呢 就是一直以來都是 做臣子的他是要服從君主的 或者就是斷臣殺子 或者就是以下伴仗是伴亂人 那這個就是傳統的說法 好了 萬子其實不同意的說法 不過他就不是戚其妃 因為這樣可能呢 就得罪是陳先王 因為陳先王就是入罪 那萬子怎麼回答呢 就是這樣回答 殺人者為之賊 殺義者為之賊 殘殺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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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之一孤 民諸一孤就已 未聞士君也 但是看到萬子答得很有技巧 那讓陳先王沒有辦法 就是隨意入到他的罪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 非常之暴烈的君主 可能一樣做 但是不是輸到這麼徹底 都不敢亂來 就是萬子答得很有技巧 那萬子說就是 賊人者 就是傷害人 那些人就叫做賊 賊義者為之賊 傷害義 傷害人和傷害義 可以分別叫兩個不同的名字 傷害義就叫做賊 殘殺之仁 為之一孤 這個殘殺之仁 是順著前面說 就是那個軍 而說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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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就是 残杀之人,是一夫,一夫用今天的说话说是独夫,独裁者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打了事,完全不顾其他人,这个人就是一夫 就是今天的说话说是独裁者,民诸一夫就已,未民是君 但是我听说过有诛杀一个独裁者就,我未听过有是君 就是说就回齐孙黄说的两个歷史事件,汤放棋和武汉伐咒 根本不是诛君,而是试一些独裁者,试一些残杀之人 那说的时候,为何齐孙黄很难入到万子序 杀军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但是杀一个大独裁者 杀一个残杀之人,我们觉得是合理的,那些人是伤害人民的 这样的时候,变成了齐孙黄都不可以做什么 除非他连这件事都不理,我觉得今天香港那些情况 其实去到差不多这个位置的,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不理 明明是很不合理的,譬如刚才说的那些,根本是民主族 说口号,那些口号都不是说要努力去推翻政权 但是你这么说都说有问题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很多不同的意思可以语异的,起码不是直接说要努力革命 完全自然上都没有这个意思的,大家说都不能说 为什么,因为统治者说不行就不行,这个其实就是文字库 其实就是纪委,今时今日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万子的时代已经讲这样的一个政权 这样的一些暴君,就是一些坏的统治者 其实可以合理、合法地推翻 所以在这个二十港,其实就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暴力的政权 更加是合正合理,如果推翻它,是吧? 就是如果你是暴力的仇,是吧? 就是违反了你应有的一些做统治者的那个义务 是这样的仇,其实人民推翻你是有合理、合法性的,是吧? 只不过可能就是不够力量去做这件事 古代的时候,就是万子这么早就看到 政权如果是很暴虐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推翻的 所以看到呢,万子虽然没有用到日后讲 人民是有革命权,比如这些字眼 像我刚才说,就是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它没有用这些字眼,但是完全是一个意思,是吧? 是一个意思,是吧? 不是说武力推翻这个政权一定不对,是吧? 似乎这个政权,是不是一个极壞的政权,是吧? 好像刚才说,就是残杀的一个政权,是吧? 完全是独裁的一个政权,是吧? 人民是有权,或者是合法、合理地推翻它,是吧? 它那个年代呢,是先秦,其实当时西方就我所知呢 就算有人讲革命权也好呢,是有人跟你跟着 还有没有很多人呢,就是好像万子那样,这么有地位 讲出来呢,就是很多人都同意的 那正式的,真的革命权好,就是清楚明白的 讲出来,还有没有真意性呢? 那我认为应该都是后过万子的,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些历史不久了 就是大约我所知呢,应该是中世纪或者在后的 那这个是后过先程,先程大概跟古希腊和马是同似的 但是中世纪才开始有正式的一些革命权的一个,就是普遍的一个评论 那所以呢,其实万子这个观点呢,就在当时是非常之前卫啊,非常之先进啊 还有它讲了很清楚它,虽然用了很有技巧的讲法 好了,没问题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讨论 就是刚才讲的呢,就是这种革命权呢 就是,其实我们中国呢,其实很早啊,就是很不喜欢中国 就是你不喜欢什么中国,你就用到中华了,没有所谓啦 就是两个词都用是,中国一路一路讲出来的 就是在中国一路用这个词 但是作为香港人呢,就是特别到近几年者有情缘结 有些人就是不能包吻这个身份 當然那些不一定是指張被港獨那些 不一定 你可以不喜歡的青文就轉一轉 譬如叫中國 叫中華 那些小事 最重要就是分清楚 當我們說不滿被中國的時候 我們今天的記者就是在說不滿的政權 我們不是說中國所有東西 特別是以往的歷史 文化這些 這些有很多東西是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甚至這些意義的價值 就像剛才說革命權這些 今天都仍然有的 是不是 這些有永恆的價值 有普遍的價值 這個我們不需要去避棄 所以我就無所謂 就是有些調回中國 調回中華 那就是萬子這麼早是講革命權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講政治文化 如果跟同時期的那些世界文化 甚至西方文化比較 完全不落後的 如果根據我們所要的解釋 甚至是前進 前例一些 但是很可惜就是我們有些反省 很重要的反省 就是革命權很重要的 變成那些主義者不可以亂來的 不可以好像之前說的 走霸道那些 不行的 那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不能夠走霸道的時候 很多做法 什麼專制 獨裁 極權這些 這些都可以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 是可以推翻的 是不是 我們可以做一些這樣的演繹 不過這個不多說 我講回剛才我想講的一點就是 我們很早已經是肯定了人民是有革命權 這個是走了一大步 但很可惜我們不能夠是 是有 跟著有長足的八點 這個很可惜的 中國傳統文化有些地方是這樣 我們是很早已經有一些很纏維的想法 但是之後沒有什麼突破 變成了今天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 是落後一些陣現代的西方 那這個很可惜的 因為我們很早已經講革命權 革命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講了很久的 代表什麼時候呢 有些人可能是近代清代主元 跟著呼喚民國這樣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講革命權呢 其實是 我剛才想講的就是不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就是很早已經肯定人民 有一個是權力去推翻 就是撲軍或者撲弱的政府 這個有合理性不合法性 這個是好的地方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 就是今天在近代西方 就是有民主政治之後 已經不需要再講革命了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民主陣式 為什麼呢 因為民主政治呢 要改變那個政權呢 是不需要用武力 不需要用暴力的 所以民主政治呢 就是大進了一步了 所以有些人說是民主政治呢 是最和平的一種政治模式 它是用數人頭的方式 去代替斬人頭的方式 我用這句說話呢 可能打不難理解 什麼叫意思呢 用數人頭的方式 去代替斬人頭的方式 就是我們用民主的方式 去轉移政權 比如在一個議會裏面 應該不是說而已 比如說一個 一個普選 就是一個民主選舉裏面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選舉 最高的權力的人 就是行政首長 我們叫做 或者各個國家叫做嚴守 叫做總統等等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票呢 是可以表達意見的 所以一個統治者如果做得不好呢 我們下一日不再選他 是吧 那這個就已經某幾天 改變了政權 是吧 不是那個人 反而是支持那個黨 這應該是一個正前的演言 所以民主政治呢 有很多優點 相對於民主的 敵權的或者專制的那些政權 有一點呢 就是非常之急 就是剛才說和平那一點 它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武力 就可以改變政權 這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發展來的 但是以往不是的 例如我們說中國文化不好的地方 就是到了甚至是當代 很多人都經常以為清代推翻了 就是之後呢 就是建立了中華民國 啊 為什麼是民主呢 這樣 但是其實不是的 但是如果看回歷史呢 就是孫中山山我們肯定去了那個 那個意義了 就是追關五清 建立民國 但是問題是不成功的嘛 或者叫做未至於成功的 所以孫中山呢 就是臨死之前 寫遺書都說呢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啊 建立了一個民國 新建立出來 又就被了一班軍閥呢 將它呢 就是搞亂了 啊 甚至呢 就是有人自稱大總統 那樣 就是就是 那樣子呢 就是孫中山那個年代 啊 甚至後的孫中山 有人呢 就這樣說 啊 就是講什麼 這句話呢 這句話呢 就是 槍桿子出政權 那這句話呢 那這句話是名句來的啊 就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誰說的 是吧 胡雜東講的 胡雜東講的這句話 所以想想一下他幾可怕呢 胡雜東是當代的人 當他說槍桿子出政權的意思呢 就是政權的改變是要用槍的 就是用武力啦 就是在近代呢 是發明了槍械 槍桿子出政權呢 就是需要用槍械 去改變政權 那就是要用暴力 在胡雜東的年代都是要講暴力 才能推翻到政權 所以看到呢 其實我們 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呢 其實很可惜就是 上期是沒有什麼發展的 是停滯的 這是相當重要的 只是很早想講了一個革命權 但是呢 去到胡雜東的年代呢 都仍然是要講革命的 就不像近代西方那樣呢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去改變政權 剛才說呢 是普選那裡是一種方式 是吧 就是那個總統做得不好 下一屆就不選他 就轉移了一個政權了 甚至呢 再緊要一點 如果總統衰得很緊要 衰得你沒有辦法呢 讓他完成整個任期的 那你就在中間 譬如透過議會 例如立法會那些 提出彈劾議案 如果經過一定的人數 是贊同的時候呢 甚至可以用議會的方式 去推翻一個是統治者的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一般都不會這麼做的 但是一個統治者呢 太差 差到人民沒有忍受他 是完成他的暫期的話呢 可以用一種這麼特別的方式 當然有很多條件 譬如幾時 有什麼條件 才可以提出一個彈劾議案 不是彈劾議案呢 就是有很高的門檻 就是要不合這些條件 才可以退發 但是剛才我講那麼多 我也是想講的就是 近現在的民主政治呢 是一個大疾破 是完全不需要用流血的方式 去推翻那個政權 所以我們以往叫做 改變現代 是不需要人 所以孟子呢 他是在歷史上很有貢獻 很早就講教民權 可惜他後繼無人 變了一路停滯 沒有人呢 就他這個說法再推進 比如說民主那些 不需要用武力的方式 去改變政權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 集團思想部分